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本週六凌晨,得夾下半程的首場比賽將RB-萊比錫和白仁慕尼克之間打響 前者為主場作戰,雖然RB-萊比錫主場戰鬥力強項 但由於主刀、射手、基斯、杜、法、黎昆古的傷決 令球隊實力減損嚴重,金證不宜對RB-萊比錫過份高估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RB-萊比錫今季開局表現未如理想 前七輪聯賽只錄得兩勝兩和三负的未如理想的戰績 不過自主碎馬高路斯棄用優賽奇重返球隊的前鋒天武華納 而是確立了安祖、施華和基斯、杜、法、黎昆古的風扇組合後 球隊戰績開始突飛猛進 從第八輪得夾起 RB-萊比錫豪取一波六勝兩和的不敗皆職 並且以聯賽四連勝結束上半賽季的精程 球隊排名都攀升到積分榜第三位 但對RB-萊比錫不利的是 陣中的頭號得分手基斯、杜、法、黎昆古 在法國參加世界杯期間的訓練中受傷 雖17天已回到訓練場進行了個人訓練 但預計仍要在2月份才能復出 而且據報導說 此路士已經與這位法國前鋒簽約至2028年 目前只待官宣 無疑會影響到其他球員的心態 如今在基斯道法尼昆古不能披甲上陣的情況下 RB-萊比錫風扇威脅力大打折扣 要知道他今季一共為球隊出場23次 打入了17球 其中得夾15次出征貢獻了12個入球 妥妥的大腿級人物 反觀其風扇搭檔安祖施華 如今已轉型為遼基 15次多夾出場子攻入兩球 完全沒有當年在佛納克福大殺四方的風采 今次下半程首戰就是要面對那些霸佩人 軍心不穩的RB-萊比錫勝算渺亡 陣容方面 門將古拉斯因傷缺陣 拜仁今季有一個微妙的開局 火力全開的他們錄得三聖三連聖並且准共15次公婆對手的承援 但隨後球隊卻突然陷入低迷 六輪聯賽只取勝一場 排名甚至下滑至第五位 不過幸好主帥拿甲斯曼環系 停得盡 亦已終掩 將352的陣營 回歸拜仁傳統的4231陣營 球隊都重新抓狂到贏波的感覺 自去年10月奮起的 百輪得甲浩取七勝一和 並且奪回聯賽領頭羊的武藏 同時以4分優勢結束上半程的爭奪 而在這一戰術體系下 受益最大的莫過於前鋒 艾力祖浩莫亭 自從被主帥拿甲斯曼附正以來 這位合物龍前鋒中化成進球的狂魔 10月份的8場比賽中 直接參與了10球、7球和3個助攻 11月份4場4球 職業生涯首次連續4輪得甲入球 各項賽事連續7場泡滿 相信連阿力祖浩莫亭自己都沒有想到 就算年滿34歲的 我居然仍然還能夠這樣吊詐 目前拜仁以4分優勢成為半程冠軍 這也是他們隊史第25次獲得得甲半程的冠軍 之前24次球隊最終有22次奪冠 據數據分析網站OPTA分析員說到 拜仁今季奪冠的概率高達98.1% 雖然下半程首戰章和排名第三競女RB羅比錫過招 但拜仁卻已各項賽事連續4次擊敗前者 其中近5次交鋒 更有4仗單場攻入3球或以上 可敬拜仁面對RB羅比錫的優勢極為明顯 陣容方便 門將紐亞和前鋒沙地奧文尼等人恩雙被佔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promoted由著精彩範圍 尖門 殺 manageable 你可以 casera wy 你有